5月29号20时55分 搭载天舟2号货运飞船的 长征7号摇三运载火箭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10秒 9 8 7 6 5 4 3 2 1 接火 接火 火箭点火起飞约604秒后 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精确进入预定轨道 21时17分 太阳能翻版两翼顺利展开工作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测发大厅 从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 天舟2号货运飞船 已经飞行在它的预定轨道上了 那么跟4年前发射的天舟1号相比 经过技术升级之后 天舟2号已经是具备了 全天候全自主交汇对接的 空天应急快速响应的能力 天舟2号货运飞船相继展开 太阳能翻版和天线后 进行了家电测试 验证了飞船自主飞行的能力 根据运载火箭飞行数据 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通报 长征7号运载火箭飞行正常 天舟2号货运飞船 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太阳翻版展开到位 飞船工况正常 现在我宣布 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任务是天舟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运载火箭 组成的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第一次应用性飞行 主要是从计划上考虑 临床口的要求 把它细化到每个分系统 同时我们对每个分系统的预案 也做了进一步的细化 要确保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能够快速度处置 来确保保证临床口的发射 应该说我们把天舟2号货运飞船 准确地送入了预定轨道 为天舟2号货运飞船 和天河核心舱的交汇对接 创造了一个有力的条件 同时也给后续我们国家空间站建设 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这次飞行非常圆满 天舟2号货运飞船 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进行交汇对接后 将按计划展开载轨物资输送 和推进剂补加等工作 天舟2号是空间站工程建造阶段的首艘飞船 物资上行能力达6.9吨 载轨寿命不小于一年 携带有足够三名航天员 在空间站驻留三个月所需的生活用品 开展空间科学实验的物资 以及用于天河核心舱补加的推进剂 继一个月前我们发射空间站的核心舱以后 这是我们第二次成功的发射 货运飞船它的使命 是为我们空间站输送物资 包括航天员的生活物资 包括我们空间站的推进剂 它用于空间站的轨道维持 那么说呢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实现全向位的 自主交汇对接 那么这次的交汇对接的实现 可以为下次的神舟飞船交汇对接 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验证 感谢观看